家喻文創園區從過去就持續推行許多文創市集 而在連放四天的228連假 園區內延續了從去年就開始的鐵車市集 提供給民眾一個在連假時能出門走走的好選擇 來過一兩次 對這邊的感覺 文清風然後很好拍照 滿放鬆的 那有沒有覺得就是這裡這個市集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覺得那個攤販蠻特別的 然後地理位置也蠻好的 透過過去所留下的鐵車作為各個攤販的實體店面 不但是創意的展現 更是延續嘉義在地歷史的一種方式 文創園區它之前的前身是嘉義舊酒廠 也是台灣第一個產高粱酒的酒廠 那高粱酒它怎麼生產出來 它其實是高粱米跟小麥混合成一個一個區塊 那經過搗碎高壓蒸煮到不同的一個發酵 跟蒸餾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鐵車也就是承載了這些不同過程的一個載具 所以我們其實有想到說在園區這邊 我們希望是其實現在也正在進行 就是讓它有一個定時定點 就是我們每個週末都會有這樣一個市集的一個活動 這次的鐵車市集 除了園區內的展覽和攤販之外 更特別舉辦二月份文創聯合辦公室開放日活動 提供民眾能近距離和文創工作者們交流的機會 為市集增加了不少新鮮感 我們發覺有很多的朋友很多民眾來到像類似像文創園區 或文創巴拉巴拉這樣商店 或者是這樣一個空間的一個部分 通常會看到的是所謂最後一個端點就是通路端 它可能是一個商品或者是一個工作室 什麼什麼工作坊的一個模式 但其實大家很其實通常很容易會忽略到前面 包括它正在創作跟包括它正在長大育成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有特別這樣一個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末的開放式 邀請大家來看看 大家其實應該都還蠻好奇 所謂的創作者的一個工作室是長什麼樣子 鐵車市集的舉辦 讓許多民眾有更多和工作者們接觸的機會 而在參與市集的過程中 也替嘉一市增添一股人文的氣息 從正宜報 洪新凱 莊竹敏 嘉一市報道